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离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没有几天了 在这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暗黑的政治美剧《纸牌屋》 也顺便熟悉一下美国的政治体系 之前呢我们出了《纸牌屋》的一集 点赞量竟然高达百分之百 今天我们直接来说一记 仍然会努力做到不辜负大家的喜爱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之后 老弗兰克出来查看情况 是邻居的狗被撞伤了 弗兰克温柔地抚摸着狗狗 但转眼就掐断了他的脖子 对于弗兰克来说 没价值的东西不值得他同情 弗兰克就是这样一个狠人 人狠话也多的他 在狠人扎堆的美国政坛打拼了22年 目前是国会议员 也是众议院党编 这个职位是多数党在众议院的第三把手 权力在议长和多数党的领袖之下 他私认为 他的工作就像一个疏通下水道的水管工 在暗中帮忙推动一些决策顺利进行 最近他的好日子来了 新当选的总统承诺要让他当国务卿 他兴冲冲地来到总统办公室 但没想到 他看到的是总统幕僚那冷冰冰的脸 幕僚长说 国务卿你是当不上了 你还是留在国会吧 没名其约 那里更需要你 弗兰克自认为也是党内老油条了 竟然被这么摆了一道 他在国会山前待坐了一整天 又回家失眠了一夜 妻子卡莱尔是最懂他的 他知道弗兰克不是好惹的 一定能想出复仇大计 果然 弗兰克没让他失望 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干掉顶替他位置的国务卿科恩 要复仇就要有自己的团队 除了他最信任的妻子卡莱尔 和忠诚又干练的助手道格之外 弗兰克还看上了 劣迹斑斑的助影员罗素 这家伙犯的事太多 要抓住他的把柄 简直轻而易举 没怎么费事 弗兰克就把他招募进团队 弗兰克跟罗素说 我需要你做到绝对的忠诚 罗素满口答应 显然 此时的他还不明白忠诚二字意味着什么 有了罗素这个打手 弗兰克还需要一个媒体人 引导大众舆论 华盛顿先驱报的小记者左翼 进入了他的视线 弗兰克一开始 只是看到了他穿钉字裤的屁股 但左翼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野心 他敏锐的发现 弗兰克可以成为他向上爬的梯子 于是他主动勾引弗兰克 聊了几句之后 弗兰克也发现 他的政治敏感度和新闻嗅觉都很棒 两人说好互相成就 那个当上了国务卿的科恩 还没有发现自己大陷将至 总在弗兰克眼前晃悠 真是让人讨厌 助手道格通过调查后发现 四十多年前 科恩曾经在一个不重要的校报上 发表过一篇对以色列很不友好的文章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美国国务卿的主要职责是外交 而以色列又是美国在外交上很重要的盟友 所以国务卿本人 怎么敢公开对以色列美好脸色呢 弗兰克找到左翼 这则消息第二天就见爆了 科恩被记者追着问 四十年前的事 他自己也急不太轻了 被媒体问得晕头转向 频频说错话 丑态百出 总统不得不考虑换掉这个国务卿 这种对手对于弗兰克来说 真是一点挑战都没有啊 弗兰克看似随意的跟幕僚长聊天 几句话就把自己人推上了国务卿之位 他就是一直跟总统不合的拦截 没错 弗兰克就是要让总统的日子不好过 最近总统又有事找他 总统想在自己当选的百日之内 推行一个教育法案 以证明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 需要弗兰克疏通一下 到时候大家投票的时候能顺利通过就好 但弗兰克再一次敏锐的意识到 这个法案的起草人是个激进派 民众肯定不能接受 弗兰克看了一下草案的草稿 他表面上好心提醒激进派要重写 其实偷偷的把草稿送给了左一 这则消息又煎爆了 民众大骂激进派 也顺便骂总统选人民眼光 这总统当的实在难受 不得已又换成弗兰克成为新的起草人 弗兰克也很争气 找了好几个教育界的新人 花了几个礼拜废勤忘食的努力 终于赶出了草稿 母疗长看了之后非常满意 如果草案通过 弗兰克肯定能为自己赚取个好名声 还能升官 不过在这个关头 弗兰克那边又出现了问题 在弗兰克的家乡 一个少女开车发短信 撞上了水塔身亡了 当地郡长一向与弗兰克不合 他趁机大做文章 说是弗兰克当年主张保留水塔 这才是这场悲剧的元凶 弗兰克心中臭骂郡长 那郡长就是想要弗兰克国会的位置 如果此事处理不好 他不仅要身陷官司 更会延误教育法案的出台 这件事并没有难住他 他先是在水塔附近设立警示牌 并用死者的名义建立奖学金 制造舆论 又在死者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 用自己的悲惨故事赢得一波同情 最终死者家属 由于实在太同情弗兰克 而放弃起诉他 之后弗兰克告诉郡长 根据当地的交通法 在水塔周围建护兰市政府的责任 现在没有护兰 郡长存在的独职的行为 话锋一转 弗兰克表示 如果郡长不救着他不放 弗兰克可以帮他赢得 另一个选区的选举 恩为病失 郡长算是见识到了弗兰克的手段 他同意了弗兰克的建议 皆大欢喜 弗兰克处理完家乡的闹剧之后 回来继续完善教育法案 为了法案推行 他也做了不少的妥协 尤其是众议院的老大 议长给他的压力最多 非要删除几条条款 总统也烦了 不管是什么 就想马上推出来算了 弗兰克站了出来 他告诉总统 妥协不利于总统权威的建立 他信誓旦旦的保证 有我在 法案一定能不被修改的推出 总统看他的眼神都要变成谜地了 这个议长太顽固了 根本说不动 那就给他点压力 让他知道 如果不听话 他的议长位置就别想坐稳 弗兰克打算 让大家投票把议长给投下去 为此 他拉拢了黑人党团跟票 既然要让人家做事 就必须得给点好处 弗兰克同意 帮黑人党团搞定一个项目 为此只能牺牲掉 自己小弟罗素 所在选区的项目了 罗素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他如果要做到 对弗兰克的绝对忠诚 就需要背叛他自己的选民 罗素关掉了自己选区的工厂 选民对他失望至极 黑人党团成功之后 也如约帮助弗兰克 弗兰克找到议长 说你要是不通过这个法案 你也别当这个议长了 一张被逼无奈 只好任由弗兰克摆布 罗素那边失去了选区 整天借酒消愁 连女朋友也离开了他 Sorry罗素 这就是忠诚二字的代价 左一那边 由于经常破坏规矩发表文章 频频被上司批评 弗兰克欠以他 还不如直接当个网络红人 于是左一辞职了 他明白 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弗兰克了 弗兰克那边教育法案还没完事 当时他为了家乡那个水塔的案件 而顺口答应了很多条件 其中一个教师工会 发现弗兰克并不打算履行诺言 十分生气 工会代表看动不了弗兰克 就先动动他的妻子卡莱尔试试 卡莱尔这边正头疼呢 他有一个基金会 美国的基金会基本上是不盈利的 全部靠外部捐赠 原本他有个金主爸爸同意捐赠他们 但当时弗兰克丢掉了国务卿的位置 金主爸爸看他们没用就撤资了 卡莱尔最近打算拍卖他情人的作品来筹款 这件事被工会代表抓住了把柄 取消了卡莱尔的拍卖场地 卡莱尔心一横 谁说拍卖就一定要在室内了 他直接把场地改到了室外 代表也不是好欺负的 组织了一帮人到拍卖会的现场示威 摆明了是要砸卡莱尔的厂子 弗兰克和卡莱尔倒一点也不慌张 拍卖会结束之后 他们给示威群众送去了水和食物 这帮群众都站了好几个小时了 又冷又饿 纷纷来拿食物 后来这场示威在媒体口中完全变成了笑柄 弗兰克扳回一城 代表还不死心 他又组织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教师大罢工 而且这次罢工一直持续了三周 三周学校不上课 弗兰克有点慌了 为了控制住局面 总统又想妥协 弗兰克再一次挺身而出 表示一个星期之内一定解决战斗 一天弗兰克和卡莱尔在家里喝咖啡 一块砖头把窗户砸破飞进屋内 把这两个人吓得够呛 回国时的弗兰克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 于是他指使左翼写了一篇文章 内容是报道罢工期间 闲散示威者袭击负责法案的议员 矛头直指代表和他的教师工会 代表被弗兰克步步紧逼 只能同意与弗兰克在CNN上进行辩论 弗兰克原本就擅长辩论 他让代表向自己的妻子卡莱尔道歉 他以为这样一方面能够换取听众的同情 另一方面又能坐实教师工会暴力袭击 我真是个小精灵鬼啊 没想到代表并不吃他这一套 他反击说弗兰克利用妻子来赢得辩论 这种行为非常可耻 他才是那个应该向妻子道歉的人 这个反击打乱了弗兰克的阵脚 慌乱之中他也漏洞百出十分失态 但弗兰克稳住了自己 这点小挫折不算什么 他在等一个更大的机会 好在幸运女神没有让他等太久 他想要的机会来了 最新一则消息 一个男童在黑帮火病中被榴弹击中身亡 弗兰克一下抓住机会 让左翼在推特上发表评论 应该在学校上课的孩子们死于街头 代表难辞其咎 弗兰克还找到了受害人家长 在电视上号召教师们停止罢工 让孩子们回到学校 代表在舆论压力之下 不得不来到国会与弗兰克面谈 弗兰克并不打算放过这个家伙 他几句话就激怒了代表 代表情绪失控 对着弗兰克脸上就是一拳 一拳之后 弗兰克脸上除了他的鲜血 还有他的胜利的微笑 代表明白他彻底失败了 袭兰克议员可是重罪 为了不被起诉 代表只好停止了罢工 永远消失在弗兰克的视野之中 弗兰克给总统的承诺全都达到了 他一周之内解决了教师罢工 又在总统百日之内 推出了教育法案 此时弗兰克在总统心里的形象 越发高大起来 弗兰克的成功 离不开小弟罗素的牺牲 他上次背叛自己选区之后 良心备受煎熬 眼下宾州正在竞选州长 弗兰克打算让罗素去顶替 新中有梦想的罗素 在弗兰克的激励之下 迅速振作起来 决心接下这份重任 弗兰克先帮罗素 打造了一个浪子回头的形象 罗素在媒体面前 勇敢面对了自己的黑历史 博取大家同情 他还直接面对自己 曾经背叛过的选民 说工厂倒闭是历史趋势 挡也挡不住 他早就想好了 要在宾州好好发展河流项目 创造更多就业 罗素毕竟是本地的孩子 选民选择原谅了他 为了帮他弄好河流项目 弗兰克找到卡莱尔帮忙 卡莱尔原本事业中心 都已经转到国际项目了 但为了支持丈夫 只能去罗素的选区 开发河流项目 帮罗素提升就业率 安定好选民之后 罗素的竞选工作正式开始 为了解决罗素资历不足的问题 弗兰克还指点罗素 要有一个大人物给他背书 罗素找到了副总统 跟副总统掏心掏肺 副总统在罗素身上 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大力指示他竞选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河流项目被国会批准了 弗兰克也早已算好 河流项目一定能被投票通过 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香槟 罗素也乐滋滋的准备迎接胜利 没想到两个人同时见证了 河流项目差两票没能通过 看到民主党那两张反对票 弗兰克发誓找出叛徒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弗兰克怎么也想不通 没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竟然由佐伊提供给他 佐伊在多次出卖肉体之后 发现自己只是弗兰克的玩物 因此他还有其他的联络人 他告诉弗兰克 自己的其他线人透露过 卡莱尔偷偷让两位议员 投出了反对票 弗兰克根本不相信 直到他与那两个议员谈论之后 终于唱出了那首歌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嘴神 弗兰克克制不住情绪 与卡莱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卡莱尔长期积累下来的怨气 一股脑的发泄出来 自己的项目却总也得不到他的支持 弗兰克表示 两人一起的目标 比卡莱尔的项目更加重要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罗素这边没有了河流项目支撑 竞选受挫 他也找到弗兰克撒气 说如果弗兰克不帮他好好解决 他就要揭露弗兰克的那些丑事 弗兰克心烦意乱 佐伊 罗素 甚至妻子卡莱尔都离他而去 他只能自己一人实现目标了 既然控制不住就别怪我心狠了 弗兰克先对罗素下手了 弗兰克安排妓女带着罗素酗酒 第二天 罗素在精神状态十分不佳的情况下 接受了电台采访 他思维混乱 词不达意 这件事又被佐伊曝光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罗素恶习复发 他的政治生涯完了 罗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现在他的孩子都不理他了 他想要去警察局自首 但弗兰克打算斩草除根 亲自把罗素从警察局接出来 弗兰克把车停在车库 擦掉自己的指纹 关闭车库门后离开 留下了副驾驶座上 昏昏欲睡的罗素 和仍然转动的引擎 罗素就这样活活憋死了 从此刻开始 弗兰克手上开始沾血 罗素是终结了 但民主党还需要有个人 竞选宾州州长啊 弗兰克语出惊人 让副总统顶上去 他早就看出 总统和副总统不合已久 几句挑唆 副总统很快就决心 放弃这个没实权的头衔 参加宾州州长竞选 那么现在副总统的位置 就空出来了 总统幕僚长旁观者清 他已经隐约察觉到 弗兰克的企图 弗兰克倒也直接 抛开之前一心为攻的假面具 跟幕僚长坦白 自己就是想当这个副总统 幕僚长早就见识了 弗兰克的手段 他觉得 总统身边有这么个厉害的盟友 总比多个敌人强 于是默许了弗兰克的计划 幕僚长和弗兰克 一起拟定副总统的候选人名单 这两个人计划着 先选几个不咋地的人 以退为进 最后提名弗兰克 但出乎意料 总统心中似乎早有人选 那就是一个跟总统 只有一面之缘 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 亿万富翁 哎 这个人物设定 难道是特朗普吗 大富翁名叫老雷头 让他当副总统 他倒还犹豫起来 总统让弗兰克去游说他 劝说他接受这个职位 老雷头的大庄园非常美丽 让人印象深刻 但弗兰克对老雷头没有任何好感 而且总感觉 老雷头总是回避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等老雷自己想谈的时候 却又总是把一堆问题推给弗兰克 让弗兰克站在副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上去回答 弗兰克十分困惑 这时他接到了助手道格打来的电话 道格经过调查后发现 老雷头和总统根本不是什么陌生人 他们暗中不仅是好商业伙伴 更是知心好闺蜜 弗兰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这次见面根本不是什么游说老雷头 而是自己正在接受老雷的审查 老雷也不瞒他 说自己可以把他推上副总统之位 但交换条件是需要弗兰克帮忙 在政坛哪有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上一个对上级帮忙的罗素 尸体还没凉透呢 弗兰克自己当然不愿意受制于人 他转身离开 之后弗兰克尝试了好几次想要动老雷 但此人财大气粗 而且根基深厚 不是弗兰克能够撼动的 弗兰克跟老雷摊牌 说自己希望能跟他平等合作 而不是被他控制 如果他不同意 副总统就另请高明吧 这对话的结果 其实弗兰克也没有什么把握 不过幸运的是 他在这场赌博中再次压对了膀 老雷看出了弗兰克的才能 他约见了总统 向总统极力的推荐弗兰克 弗兰克演技在线 故作惊讶的答应了副总统的任命 心中暗爽 而此时 他的妻子卡莱尔也回到他身边 上次两人吵架之后 卡莱尔一气之下住到情人家里 但他过了几天平静日子后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摆脱 对政治权利的渴望 他明白 弗兰克才是那个 能够给他生活带来挑战和刺激的人 不过 此时看来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弗兰克 背后有不少隐患 左伊联合各路朋友们 开始调查弗兰克 暗中掌握了他很多把柄 这些把柄足够把这个老狐狸拽下神坛 助手道格想向弗兰克汇报情况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刚刚深情拥吻的弗兰克和卡莱尔 正在深夜外出跑步 也许两人未来的日子 要像现在一样 携手度过更多风风雨雨 那么纸牌屋第一季的故事就讲完了 本剧把衣冠楚楚的政客 媒体上流人士的勾心斗角 写得又狗血又刺激 枯燥的政治题材 能做得这么生活 让观众欲罢不能 绝对是非常成功的 难怪当年奥巴马也加入了追剧的阵营 还在推特上 拜托大家不要给他剧透 纸牌屋当年创下收视奇迹 除了制作精良 最吸引人的就是 无情地揭开了 美国政治斗争黑暗的一面 看完之后就一个感觉 不管是政客 公会 父母官 还是非营利组织等等 没有一个真正在意民众利益的 民众只是大家用来 控制舆论的工具而已 想到这里 再看看如今像闹剧一样的 美国大选 简直不寒而栗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也别忘了关注我 打开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